在這個獅子 你看到這個獅子雕像 我們可不是在博物館 我們現在是在Perjue日內瓦車展的攤位上 它放了一隻巨大的獅子 那個獅子讓我想到什麼 聖戰寺小時候武獅組合聖戰寺卡通 它其中的一隻獅子 不過這次Perjue展出的新的508 我覺得算是少數會讓我覺得相當心動 而且覺得漂亮的跑房車 你看到我後面的這台508 它的樣貌呢 算是一個次世代的風格 而且這台車呢 它很強調它的body style 因為它要營造那個跑房車的設計 它為了主打BMW 3系列跟4系列 所以它同時設計了這一款樣貌 那這台車呢 它有幾個特色 就是你看起來會覺得它是一台房車 但是這一台車呢 它其實是Fastback 也就是五門的設計 而且它在車門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無窗框 就是要營造更強烈的跑車式風格 它是採用無窗框的設計 那因為Fastback 它會讓我覺得有點動感 而且又兼具實用性 那這一台車你看 現在把它的尾門打開 看起來它的車尾很短 但事實上它的空間表現還不錯 那後座呢 同樣具備六四傾倒的分離功能 那它把重低音呢 坐在這個後杖板上面 當然因為每一台車的版本不同 所以它在配備上呢 也有所差異 那這台車一樣有電動尾門的洗臂功能 尤其它的尾燈 LED的頭尾燈 關門的時候呢 它還會閃爍一下 來提醒駕駛者 所以相當的漂亮 而且你看它的尾門還微微的上翹 所以這一台車會讓我覺得動感 就是走到Pajure的攤位 目光就很自然的被它吸引 而且你看喔 它連後面的保桿下緣呢 其實還有做一個分流器的設計 那這台呢是508的First Edition 那它在行李箱的部分呢 它有487公升 就是我們剛才開啟行李箱 讓大家看 它在這個部分設計呢 有487公升 所以在容量的部分呢 可以滿足一般小家庭的需求 那在動力的配置上呢 它除了比較多的是 柴油渦輪的引擎配置 它有1.5的Blue HDI 130P的版本 那在2.0的部分呢 2.0的柴油渦輪有160P跟180P的版本 那還有2.0升的汽油版呢 是2.0 180P的PureTech Petrol Engine 那它還有一個頂級的動力 是搭載1.6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這個動力表現呢 可以炸到225P 就已經算是相當濃郁的性能味 那這台算是508的GT版本 那它在輪圈的配置上呢 它是採用23540ZR19 所以你很難想像現在連這種小型的房車 都已經要配上了19寸的台權 所以整個外觀 包括它的設計都會讓我覺得很動感很漂亮 那我們因為看的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等會帶大家來參觀一下它的內裝 因為現場有很多台508 可是全部都排滿了人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排維持在這一台 我看移動的話馬上其他人又補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白色的508它是GT-Line 所以說在一些細微的部分 就是它氣霸的部分呢 有稍式的修改 所以那個樣子是看起來不太相同的 在座艙上呢 我覺得Pajol一直是個很有設計感的品牌 那當然如果問我當時我心目中最棒的Pajol 應該是90年代的306的S16 然後還包括106S16 那在經過這麼多年的這個更迭 就是世代的轉變 這個508算是我覺得相當漂亮的一台Pajol房車 尤其它有濃郁的跑格 等於兼具的運動性 然後還有它的實用性 那在座艙的設計上呢 會讓人家覺得它能夠呼應它動感的造型 所以它連內裝我都覺得很漂亮 很有很像是飛機一般的座艙 那尤其它的後座 當然這一台是First Edition 所以它在內裝的材質跟質感上呢 會稍微講究了一點 還有包括它用菱格紋的座椅縫線 所以都能夠提升座艙的乘坐質感 跟精緻度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坐到它的駕駛座裡面 坐到駕駛座 我第一個感覺是它的這個 戰鬥指數很高 而且包覆感很好 那它的儀表呢 是採用六位高聳的設計 這樣的好處是 你不需要抬頭顯示器 因為你在標準坐姿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餘光 很清楚的去標示看到你車輛的資訊 那再來就是它的方向盤造型 會讓你覺得是漂亮的 因為它小巧的方向盤 就像是跑車方向盤一般 它後面還有換檔撥片 然後小巧的設計 這個盤幅的下方 還有一個GT的金屬的這個飾板 精緻度很高 那排檔座的部分呢 很高聳 但是質感卻很棒 它的木紋飾板的擰真度很好 那這些按鍵 像音響的控制按鍵呢 感覺很像飛機的這個控制開關 會讓我覺得不錯 真的有一種刷到的感覺 就是會讓你覺得很炫 那啟動鍵 引擎的啟動鍵 Of course 它這台車不會放鑰匙在裡面 因為它可能怕其他媒體也跟我一樣 就試著把它啟動 然後再來它的Drive mode 它可以調整不同的行車模式 就是會有Eco,Comfort,Normal 它就只有這幾個模式 那排檔桿的設計也很飛機 你看它排檔桿是一根往前傾的 然後你愛P檔只要往前一按 它就會進入P檔 然後搬動的時候按旁邊的按鍵 釋放鍵它就可以 那這台車 它就連停車的輔助鍵設計都很特別 它也是坐在排檔桿上 它只要輕按 它就可以自己去完成停車的輔助 我覺得這台車 可能這個品牌在台灣一直是很熱門 但是說真的 這台車在設計上 當然還沒開到 我不知道它實際的性能表現 但是在設計上質感的呈現上 都已經讓我覺得耳目一新 已經會讓人家覺得 這是一台有競爭力的次世代Vouser 我們來開啟燈的 現在才可以整體 我們現在才可以給大家 現在才能變成 我們一起來 這次也已經是比較出的 說是 那它一定是 你先門前驚問 你先記住 那麼 不是 你先 request 說 說 說 我們 你先進去 說 我們 說 你先進去 中文字幕——YK